综上所述11月份 确实有部分退休人员的收入 可能增加1400元 但这并不是统一补发 也不是养老金在调整 4.部分退休退休人员 同时获得取暖补贴以及养老金补发 正好达到1400元 此外深圳的部分退休人员 在11月也收到了补发的养老金 达到1400元很正常 如果是一位2021年的退休中人 当地在11月份 已顺了养老金待遇 需要补发11个月的差额 每个月要补发127.27 也就是补发127.27乘11 等于1400元左右 进入到11月 海南湖南等地公布了 2022年养老金计发基数 目前至少有26省份公布了该数据 当地1月份以来退休的人员 也迎来了养老金的重算补发 养老金重算补发 不是养老金上涨 从字面上看 就是对养老金重新计算 并对产生的差额进行补发 河北的网友表示 11月份补发了养老金 我们来看养老金的计算公式 基础养老金等于养老金计发基数 一加养老保险缴费指数 二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1% 按照惯例 11月份到年底 一些地方会兑现当地退休中人的待遇 对于少发的养老金进行补发 二 11月份退休人员统一补发1400元 是不是真的 结果是重新计算后的养老金 要比原来的养老金多了一部分钱 就需要补发给退休人员 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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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